银行点钞员又称现金清分员 一天内重复千万次点钞动作 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他们的工作日常就是每天守在点钞机前 与花花绿绿的钞票打交道 其实看似安稳的职业 背后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奉献 近日记者在工商银行兰州分行现金运营中心看到 300余平方米的经典中心内 点钞机的声响此起彼伏 每位点钞员身着灰色制服 戴着口罩在堆积成衫的钞票中工作着 点钞员宋乐平在工作台前 整理清点技术敦齐扎把盖章 每个环节迅速麻利 谈及点钞技术 宋乐平回忆说 以前机器利用率较低 基本上靠人工清点和甄别假币 因此每一位点钞员都要熟练掌握着点钞技术 扎把技术 算盘票币计算等技能 工作时期精力也要高度集中 避免点钞时的错落风险 刚开始全手工呀 全品算盘 它是有三支有四支 就是一次四张或者一次三张那种 那个忘不了 虽然这个不是 现在一般都不点了嘛 但那个传统记忆还是一 如果你思想一疏乎 点击不认真啊 这不是这里面 如果99张你没发现 这不是就麻烦了 对吧 这都有危险 记者在现场发现 清分中心工作区除了机器点钞区外 还保留了人工点钞区 百元大钞能借助点钞机完成工作 而零钞 残破币则需要人工处理 不仅需核对数量 还要将不易流通的残损币或污损币 按标准挑出来 通过我们网点 ITM来的这种钱 清分 一个方面特别是网点商户的钱 里面会混有假钞 咱们也是通过这个手段来进化这个市场 起到这个作用 一般咱们的人 清分的这一块吧 基本上是四个小时 按照这个小型这个清分这个话 大概是五百万左右 据了解 现金运营中心的点钞员 最少在营业网点有二十年的工作经历 他们成长于银行 因业务需要 他们从台前转为幕后 成为了货币的清洁工 为银行现金业务保驾护航